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五個 東橋推薦的東京文青區 我們現在到了帳前 這邊文青的點呢 就是它有很多文青的咖啡店 那他們的店鋪呢 不管是從家具到外觀都非常有設計感 然後另外這邊也有很多手工皮革的店 這家是CAMERA的咖啡店 然後這家店除了裝潢很漂亮之外呢 它還有複合的店 就是店裡面賣皮革 這家InkStand 是可以客製化自己莫屬的專門店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最適合文青的旅社 Newin 它是一家呢 Hustle 然後結合了Cafe跟Bar 家店裝潢十分的特殊 有大量的園幕當家具 然後還有一種工業風的感覺 然後店內非常的挑高 所以讓人家感覺舒適喔 我們現在來到青山白河 請到了一個來賓 哈囉大家好 Sanai Mirukoです 現在人在青山白河 一間叫做Iki的咖啡店 那阿奶青山白河對來說 怎麼樣的感覺呢 我其實因為在藍瓶入住之前 完全沒有聽過青山白河這個地方 那自己來了一次這裡之後啊 我覺得這裡就是非常的自然景觀 好像雨天川旁啊 不管是櫻花還是櫻葉都很漂亮 然後另外它也是那個江戶的發育地嘛 喔 對就是歷史源源 是非常值得讓大家來逛一逛 那這邊的咖啡店真的很多 所以喜歡喝咖啡的文青朋友們 一定要買我們 這裡有一個特色啊 就是在各種的小巷子裡 都可以發現非常可愛的咖啡廳 像我這個身後的Bunny咖啡也很推薦喔 在Aloha Loco這邊還可以五百塊租腳踏車 然後有青山白河喔 三川江戶資料館這個區啊 也有很多雜貨店跟咖啡店 一定要來逛逛 另外這邊的青城庭園呢 也是一定要造訪的地方 它不但是賞一民主 也是文青非常適合拍照的景點喔 咖啡 那我們接下來要帶大家到Sumitakawa 雨天山去走走囉 我們現在來到四河晚上來的文青景點 高原市 那為什麼會推薦文青晚上在這邊玩呢 因為在高原市這邊啊 包含了文青會喜歡的古著店 然後小店 甚至是咖啡店都開到比較晚喔 那這邊有趣的店也 具體在它的商店街上面 所以不怕來晚上會迷路喔 高原市這邊啊 高原市這邊啊 有幾家很有藝術感的hostel 然後通常一樓呢 都會有borrow 像這家復古風的咖啡店 Nanasmori 就開到晚上的十二點喔 這邊有日本首作的雜貨道具店 K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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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後的B&A Hotel 也是我們曾經取材過很有藝術感的一家旅館喔 充滿童話風格的Hatip的咖啡店也不能錯過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神樂辦公室 我們現在來到了神樂辦公室 我們現在來到一家很有特色叫做Mojo的咖啡店 這是民建廚師魏魯所設計的赤城神社 也被譽為最時尚的神社喔 這邊是一家我很喜歡的複合式有複數店的咖啡廳 而且離車站很近 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坐在外面 吃東西和咖啡用的 我們也很推薦這家民宿家咖啡店 神樂辦這周遭還有很多漂亮的食材 小路可以好好的散步跟拍照 我們現在到了中暮黑 中暮黑是一個可以悠閒散步的好地方喔 這邊也有很多特色的咖啡店 還有設計感的雜貨 我們現在來到文青壁房的Traveler's Factory 這邊有賣一些很有特色的設計感的文具喔 車站一出來啊 就有Staya鳥無書店 這位是中暮黑必保咖啡店 以上就是東橋推薦的五個東京的文青區 文青們趕快做筆記囉 我是包伯 我是文 大家下次見 掰掰